湖南省位于中国中南部,境内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丽,这里有景色齐绝的张家界,古色古香的湘西小镇,2000年前就以文明天下的南越横山,还有武林园、梁山等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的景点。 湖南人节地灵,人文景观遍布全省,陶渊明笔下的桃花园,四大书院之一的岳路书院都是寻忧探生的好去处,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香菜和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更是让你来了就停不了嘴。 旅游指南机构Lonely Planet将湖南列为2018年世界十大物超所值的旅游目的地。 随着洛杉矶和长沙之间直飞航班的开通,湖南旅游在北美也迅速升温。 为此,湖南省旅发委主任陈宪春带队赴洛杉矶举办旅游推介会,寻求战略合作机会,实现中美旅游业的双赢局面。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古今也鼓励双方有更多的交流。 中美两国人民多到对方的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领略对方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风光美食。 我想这是加深两国人民感情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 我也祝愿中美旅游合作以及湖南省在旅游业的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近百位来自洛杉矶当地知名旅游企业和文化产业机构的代表出席了当天的推介会。 HMedia在圣盖伯的采访报道。